一夜晚在旺角遇襲 目前在醫院留醫 民陣說她情況穩定 並且譴責事件 警方說犯案有預謀 列作雙人案處理 由旺角警區重案組調查 民陣副召集人陳浩媛 在社交網站貼出岑子傑遇襲後 躺在地上的照片 她頭部流血 由救護車送去廣華醫院 民陣說晚上7時多 岑子傑前往大角咀開民陣大會 途經旺角阿蘭利時遇襲 警方說案發時有4至5個蒙面兇徒 穿著黑衣、黑褲 相信是非華裔人士 拿著徐仔和刀司閘 之後登上一輛黑色私家車離開 岑子傑頭右後面 右前額都有大概3厘米的列箱 雙手手肘總起和擦箱 警方相信是有預謀襲擊 強烈譴責暴力事件 那輛圖彙的車 我們有證人在現場看到 曾經看到車在那裡 出現過很多次在那裡圈圈 亦都看到犯案的手法過程非常迅速 打完之後馬上車就馬上走 而他們的裝飾 大家都是穿著同一類顏色的衣服 又戴上口罩遮掩著 對於事發之後有警員踩到血跡 警方解釋當時要第一時間拯救傷者 說不會影響調查和證據 強調會不偏不倚地調查 民陣亦都強烈譴責襲擊 無論襲擊任何一個民主派 無論襲擊任何一個人 都不會影響到 我們對於五大訴求的決心 岑子傑8月29日 和朋友在佐敦一間食肆 曾經被兩個男人襲擊 她的朋友手捕受傷 警方說已經抓了三個男人 其中兩人被控串謀襲擊 製造成身體傷害罪等 無線電視記者閃至報導 我會想將他的同意 提供 有被判除